明星故事会讲述明星的传奇故事 袁立的第一段婚姻跟赵岭 两个人因为家庭矛盾 酗酒 家庭暴力之类的 两人就分倒羊包 而且反目成仇了 那么紧接着袁立就开始跟张国立合作了一部电视剧 就贴持童牙的最后一部第四部 在第四部当中 有这个内部人士传出料来说 袁立跟张国立两个人不清不白 而且这个爆料人还说 当国立的妻子邓杰女士亲自找到剧组 给袁立啪啪 两个大嘴巴子 哎呀 这个事引发得沸沸扬扬 传出来之后 袁立马上发了一部公开信 说什么呢 这个是谣言是假的 邓杰姐姐我们两个人只见过一次面 我对她印象特别好 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9年当年 袁立认识一个人三个月之后 立马就结婚了 闪婚 这个人是谁呢 加拿大籍的富商叫林伯文 这个林伯文什么来历呢 哎 大家都知道美国全总统布什家族非常的厉害 他有个弟弟叫布什 开了一公司叫雷曼布什 那么这个林伯文就是雷曼布什公司的CEO 两个人恩恩爱爱结完婚之后 家庭非常的和睦 2010年的时候 这个林伯文还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个照片 就是袁立必超的照片 哎 就说袁立呀 已经怀孕了 我马上就要当父亲了 非常高兴 结果这个事就大家都等着 袁立什么时候生孩子吧 哎 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事啊 一直到2015年 袁立参加金星秀的时候 金星就问他 哎 你当年怀孕必超都不公布了 怎么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呢 哎呀 袁立就说当时因为流产了 这个 那你俩就离婚了吗 袁立就说 那你问他去 那么大家都猜测 袁立这时候一定离婚了 那具体离婚是什么原因 好多人都猜测 是因为这孩子流产了 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所以最后离婚了 那么离婚之后 这个林伯文跟一个人又闪婚了 这个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体育明星 就是张怡宁 关于袁立的这三段婚姻 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 我们只希望能够袁立 能快言快语 正义无私越来越好 您觉得呢 我是大嘴明星故事会 咱们明天接着聊